大家好,來到這個準決賽 足球小進紅白肌第一代中學篇的準決賽 和漫畫的故事一樣,這場都是由南角對於富良野,北海道的代表 富良野需要留意的就是他們的靈魂人物松山,中場10號的松山 因為他可以用這個特別的射門,就是這個托鷹射球 在漫畫圓著對藍與和場就開始用 用這個設地的射門,葛草式的軟射會比較容易進入對方的大門 是一種特別的射球,來到這個遊戲中,他都可以用這個射門 所以也不會是一個容易對付的對手 我覺得在漫畫漫畫對富良野的一場 是整個中學篇中,其實是最好看的一場比賽 因為他除了中場松山和智偉不斷互相單對單對決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球員都有出場的機會 無論是守中衛、來興、富良野那邊的小田等等 那些不同的球員由於兩邊的靈魂人物 戴哲藝和松山互相記錄著 所以有很多篇幅講解其他球員如何組織進攻和防守 所以整場比賽的氣氛都很好看 我覺得比之前對比良湖 或比之前對東方的決賽 小智偉和戴哲藝是兩個互相屈膝的情況 在遊戲中的比賽 我現在傳給了這個智偉 剛剛進入禁區 只有一個球員,就推過去 希望邁到龍門施射比較穩陣 但有兩個球員再扭球 就不太好 因為再扭球 一來有機會會扭失 兩個球員 二來就是擔心他們彈出去 而且就算過了他們 都會消耗體力 去到這裡開始 自己的體力控制就要做得好一點 因為你能夠射多一次特別射門 你能夠拿多一球 就已經是比賽贏輸的關鍵所在 你見到用完第一次射門之後 已經剩下600左右的體力 守中衛在中場搶到球 繼續去進攻 把球傳給右翼的龍一 都是用回那種進攻的模式 對方有人來當然是傳球 看看智偉進入禁區沒有 應該就沒有了 因為來興都是在禁區邊 唯有選擇過一個對方的守衛 成功搏到是過得到的 繼續去落底線來傳打球出來 找到智偉了 574 所以試一試 用插了頭隊 用插了頭隊就能夠落到球 所以2給人先 用插了頭隊之後 應該他上半場還可以用多次衝擊射球 經過半場休息 下半場應該可以用多一次 甚至有機會用多兩次 可能這場比賽只能夠入到4-5球 贏球的機會很高 重生 帶著球 帶他選擇傳球 傳給另一邊 有力的7號其實 AI就有些問題 反而傳回他那邊 現在4個人圍著他 覺得很危險 結果 梁仔把球踢走了 我下重山 重山就不用他的招牌射門 他插了球槌 不過都夠殺 所以 深居對這些 能力值比較高的球員 射門根本就沒有抵抗的空間 所以呢 在漫畫中 上半場其實是 顧梁仔首先領先 重山的禿鷹射球 射入了1-0 然後呢 在上半場 臨場之前 帶自衛用這個 倒掛金鉤 追回1-1 並且在下半場開球 沒多久的時候 反而是守中衛 就不是自衛入 守中衛的頭鎚 是射入2-1 然後輪到 富人野不斷進攻 所以 絲畫看得很精彩 整個下半場 不斷攻擊 然後有時藍角 打壓反擊 不只是 兩個主角都玩了 其他球員也有機會出場 去到 臨場一分鐘 富人野終於追回2-2 平手 重山 不是他自己入球 是傳入中間 整堆人 雪崩戰術 這樣 衝上去 然後就頂入 心奇出來 龍門想拿都沒用 多人撞龍門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足球小將這個遊戲 即足球小將這個漫畫中的問題 大致話 在來源來完場之前 來源上半場 到掛金馬 夠殺 所以3-1 漫畫中 最後富人野 就是來源前一分鐘 追回2-2 平手 還有 在賽規上 是沒有 沒有加時的 一打和就要失業 拿了就沒用了 即是搏一下射門 但是 一擋一擋就 不上半場了 在這裡 但是 到最後 只剩幾秒鐘 完場 開始屈肌的東西出來 一傳球 南角 一開球 撥到後面 智慧就衝上去半場射門 雖然射出來的衝力射球 是撞到柱子 但彈回地之後 又有篩 篩回到龍門 所以 到最後南角 以3-2就贏 其實整場 都畫得很精彩 純粹到最後的階段 就比較屈肌一點點了 到這裡 智慧截到那波 因為 他和 梁仔的組合 梁仔的負責撞球 他呢 智慧就負責 將那些 全球 擋下來 到最後 就擋住了 還有 我見到 因為有六百多能源 可以用兩次衝力射球 所以這場 如果沒有一些 中微中柱的波 應該 入到五球 入五球 應該 你下半場 床夫人挺厲害 都進不到四球 所以 應該 贏球的機會 很高 被人打印著 所以 移動不了 然後嘗試傳給 守中衛 因為守中衛 全球能力比較高 所以 17天 全球特別好 你叫他扭球 比較難一點 被人抹住了,所以還不行,不要緊的,再傳吧 打算傳給龍一再底線出波,但誰知被副人擋到 在這裏先焗回去吧,龍一血有殘波 就擋不到,只差在手中衛,因為手中衛彈跳力高,照計擋這個 拳頭應該也有差不多的,所以他把球擋下來,然後當然想辦法拿分 但按極都找不到智慧,甚至來興都找不到 當然是拿著波,有五百多能源,是否都只可以用這種的射頭 所以都用吧,好,只有十九分鐘,四比一,很穩陣 還有,半場射門,只差給我 其實我們也是的,如果我們半場射門,除了智慧 如果大家有看巴倫隊那集,你就知道 巴倫隊去到最後,我們怎樣贏呢 就是在自己半場射門射衝翼射球過去 但普通球員射門就不行,除非不正常地玩 有些密碼就不正常 有些不正常的密碼,你所有球員能力值得很高 你就算自己半場射門過去,都會彈開別人的龍門 去到這樣的話,就可以自己半場射門 如果不是基本上,就沒什麼人就不行 我們心奇終於做回一些東西,人家又不是特別射門 不過,我現在錄,當然是正常地玩 我不想做好像日本,或者有些人放Youtube 放上去,找一些軟件做到它是無敵的情況才來玩 我覺得就沒什麼意思 傳給守中衛 華健那本足球小將的攻略本 它裡面還講一個富良野,這隊球的特色 就是他們後衛的帶球能力 帶球的能力是特別高的 不過我暫時都沒有機會去看看是否真的這樣 因為根本整場打到現在,形勢都是禁著它來打 傳給來興,窩裡抽射 對,擋到出來,但擋到出來會不會放回智慧 後面才會放回智慧 不可以 看看它那些... 是全球直接傳到智慧 醫頭說智慧就在那裡 那就衝擊射球吧,在禁區外馬上就射 有什麼樣子 不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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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尋,重山 되고 終於拿到球 尤其是第一代是這樣的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有時會撞到 沒什麼機會,特別射門球員 會拿球進攻 這個是送一代AI的問題 他的3號,後衛來的,接不住 人家後衛腳射門,心旗也可以接不住 不過沒什麼所謂,追回5比2也沒用 我又給他接到 都不要緊,3球的2分鐘就追不到 最多有多球 傳過來松山,沒試過用復鷹射球 都還是傳的 那就沒機會了 好,搞定 5比2,藍角,贏完這場 就去到最後,會打東幫 下一集就打東幫 都有幾個球員升級 到最後當然也是一樣 都是給大家看密碼 密碼就是這樣 到這裡為止,拜拜 拜拜